大家好 又到了阿美來做菜的時間了 因為我每次煮飯的時候 我們家都會有一道簡單的炒青菜這一項 所以有時候你們會看到我在介紹做菜的時候 都會有一些青草青菜的那個東西 那個東西就對了 所以今天因為我們還沒有吃飯 等一下要吃飯了 所以我也是準備了一道青菜 那我就現在要來做炒小白菜 那小白菜就是自己種的 對這也是自己種的 也是那個這個應該是土 這個不是魚菜共生的 是土土壤的 土耕的小白菜 對 採了可能有幾天了 然後一直沒有拿出來 因為菜太多了 也沒拿出來做 那下午 因為等一下要吃午餐了 所以我就是乾脆來炒個青菜 就簡單炒一個小白菜 那就是小白菜哪家的小白菜 其實這個辣椒也是家裡種的辣椒 蒜頭不是 那我現在就來炒這一道小白菜 很簡單 我做的菜都是很簡單的 簡簡單單就可以做好一餐的東西了 因為簡單你才願意去做嘛 然後太複雜一點也不願意 欸我講到忘記了 要先切青菜 切做了 對啊忘記了 青菜不要切就要枕頭下去了 這樣不可以 忘記了 小白菜唯有自己種才放心 我們有在種菜 我們知道 小白菜最多菜蟲了 然後都被咬得坑坑巴巴 如果你去外面買的話 你就要 要比較小心一點就對了 如果太漂亮 你可能 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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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能農藥可能會使用多一點吧 因為我們自己種菜 我們都知道 小白菜是很多 很多那個 那個葉子都坑坑巴巴 有時候都被菜蟲吃光光 啊 所以在外面買菜 小白菜 要很小心 買小白菜要很注意 那個農藥問題 不過這個季節已經沒有蟲了 對 現在他們的肉粽一陣子一陣子 一陣子 糟粘 糟粘 我做的菜糟粘 真的是很簡單啦 真的是很簡單啦 就炒一炒就好了 對啊 我沒有加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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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加什麼 看起來還是蠻大一盤的 對啊 小白菜比較不會多啦 好 炒熟 炒熟 好 可以起锅了 很简单 几分钟又炒好一道菜 炒好了 就是清炒小白菜 喜欢吃肉的人就加一些肉丝下去炒也可以 弄好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请记得订阅 也请将它分享出去 也别忘了给我一个赞 谢谢 蛮烫的